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這個 看不出來是人妻的人妻代表 首先歡迎蔡宜蓁 嗨 大家好 再來歡迎我們的陳葦葦 嗨 大家好 再來還有我們的人姑代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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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陣子看到網路上有個調查 就是在台灣整理出來 台灣 我不是詛咒你們離婚 你可以詛咒他們啊 就是我們要預防剩餘治療 在台灣我們整理出來三個 離婚的三大主義 會有什麼 第一個就是因為 可是個性不合為什麼要在一起結婚 你們都沒有在聽 然後第二個是財務上的觀念問題 這個會 因為生長的背景不太一樣 而且你也中了 第二條你就中了 對 我就花你的錢了 第三個就是生活習慣不一樣 又中 對 沒辦法嘛 因為以前只是談戀愛 現在要一起生活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那還有一種也是很常有人在講 就是小孩的教育問題 這個也是 這個已經被列到後面了 這個也是 前面三個真的很可怕 對 剛剛講到生活習慣 其實我們還整理出 生活習慣有這麼多 很多 到底有哪些 我們隨便來看看有哪些關鍵字 對 你看 阿姨 他想說板子硬都硬了 就多寫幾個字 寫很滿 一樣的錢你知道嗎 確實你看這些都有耶 我愛刷牙洗澡 麻糬蓋不鮮 這都很好吵 這有的很小的事耶 但是我其實我自己是很受不了 我曾經交往過一個男友 他是吃東西喝東西 他走到哪兒都就把那個東西放在那邊 我覺得如果是水就算了 你要沿路去收他的東西 你不放到洗水槽沒關係 我可以洗 但是如果你是喝牛奶 或是喝了咖啡 或是有一些甜的東西 有些長螞蟻什麼 你又不知道在哪裡 不是 這個應該也有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有些登山客 他們會故意不然一個什麼東西 不然一個什麼東西 不然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巡線再回到原來 這有多大 沿路放麵杯 對 家裡包裝 都三四百平好不好 我有需要這樣嗎 沒有這回事吧 對 對 大家現在都是小家庭 那就是東西沒有物歸原處 這很煩 這個很重要 是受不了對不對 對 你們也會碰到這種 就是家事能力很糟 是 生活上面真的會這樣嗎 是是 有這方面的問題嗎 有開玩笑 但是很多的問題 出發點都是因為兩人了解 不勝於深刻 其實是我是因為我在結婚前 我們認識三個月四個月 就結婚了 我們就同居了 好厲害喔 可是算算失婚 我非常贊成失婚同居 這個可以在你結婚之前 就可以體驗就是 他的一些隱性的一些缺點啊 習慣 或是卸了妝之後 所有的生活習慣都曝露出來 對 退去滑服 對 卸掉這些胭脂 你可以完整的看出 這個人的問題在哪裡 對 卸妝之後馬上打電話給警察 他說不好意思 有陌生人在我家 差那麼多 不一定 因為交往都是把最好的一面 對 展現出來 而且我側面了解 因為那個 我們馬哥跟他的太太 有年齡上的差距 因為我跟我老婆差十一歲 其實感覺起來還好 因為我現在五十二 他現在四十一還好 那最主要我的原生家庭 我爸爸是軍人 看得出來 所以就是說 對於事情 然後日常生活起居 有些紀律 很有紀律 對 這個我們感同身中 因為他的父親也是軍人 也是 還要把戲裡面牽到這裡 你看看這個有多嚴格 對啦 是不是 我國一 我記得我國一 還是小六的時候 我就會幫爸爸擦皮鞋了 擦皮鞋要 鞋根 鞋眼 鞋縫這些 然後 很多細節 然後生活起居也是 因為我爸爸說起床就 所以我不會賴床 擦棉被什麼一定要的 當然不用擦到豆腐竿 我們要耶 說真的 我擦 只好那個邊邊的角落 都是要拉平的 真的 好厲害喔 我們是 我們以前為了快 因為我爸是班長 你記得我們以前為了快 那個豆腐竿 不攤開來睡的 對 用牙刀 牙刀 那個豆腐竿永遠是擺在那裡 然後我們拿一個軍坦 然後班長 不然你第二天起來 你來不及嘛 來不及耶 對啊 然後班長在巡 在巡那個時候 幹什麼 不蓋棉被啊 蛤 不蓋棉被 你們不蓋棉被啊 那你們會半夜起來 先把它整好嗎 對啊 不是 根本沒有在蓋啊 小梁哥的棉被 已經硬到就是 他打開之後 他還會再彈回原來的樣子 沒有 因為我的生活習慣是比較 比較嚴謹 爸爸那個 那我的老婆在家裡排行老三 她是妖妹 最小 所以她就是被比較 比較受寵 像公主一樣 爸爸媽媽都弄好 所以她就是基本上 面對生活的時候 她現在又有小孩之後 她會變得比較難以適應 譬如說我們在廁所 我們在洗完澡之後 會拿毛巾擦身體嘛 是嘛 那幫小孩子擦阿溪啊 我說為什麼你毛巾都不擰乾 她擠完了毛巾 我拿下來 我還可以這樣子 擠出水來 你這個 然後她掛喔 她浴室她掛喔 如果說她小孩子她弄完 她就 就這樣 然後帶孩子出去擦 這樣還算好的 我還有看過 我在我們家還有看過 這樣的 這樣這樣的 對 我沒有辦法 這樣會這樣嗎 我們 這是一個很Common Sense 你擰完之後 我們都是 譬如說要稍微抖一下 對 對嘛 對嘛 看起來也舒服嘛 是 我可能有強迫症 我沒有辦法容許這樣子 我也沒有辦法容許這樣子 我就是 一定要拉襯 拉襯 對 這個我也會 所以你曬衣服我也會 就說是你在街上的時候 看到小姐 穿那種平口的 你這個裙子 還有你這個線掉了 對 然後你看到平口的 你沒辦法接受 你就整個會把它拉下來 對啊 明明它就是圓領 它拉成這樣子 弄成這樣 幹什麼東西 這樣幹那你就不要穿好了 洗衣服 是 你們洗衣服一定會把 口袋東西拿出來 這個一定要 它有個怪習慣 它用過的衛生紙 它塞在口袋裡面 可能忘記了 它好像松鼠 松鼠不是塞東西 塞在這邊兩邊 然後我就說 你這習慣也不敢 因為都是我在洗 有時候忙起來 它就疊在裡面說 這邊都是要洗的 一洗整鍋都是衛生紙 都是衛生紙 或者是爛掉的發票 或是錢也會扶上 沒有錢 都沒有錢 是衛生紙 還有幾次 三到五次 各位 護墊你內褲脫了 對不對 然後你就 丟掉 這個嘛 你很煩 誰在幹嘛講 然後你護墊 我這個人很奇怪 可是你確定 那個是他自己脫下來的 他自己脫的 有時候可能你太急 脫下來 然後我這個人 我倒垃圾 我覺得不要浪費垃圾袋 對 因為廁所馬頭有個垃圾袋 我們要倒垃圾 五點八倒垃圾 集中 如果說我今天把這個 用一半的廁所 我把它弄起來 丟 浪費一個垃圾袋 我也不怕髒 我就用手把裡面的那些衛生紙 抓起來 塞在那裡 因為垃圾袋要錢 那個護墊有黏嘛 就黏在你的手上 對 我就覺得一黏 然後他就整個都拉起來 我很不喜歡這樣 你應該知道我講的意思 就是你呢 黏然後再黏 然後再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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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這樣 黏 傻了你 天哪 只有這麼黏的衛生紙 黏 黏 他黏起來這個衣服 那到底是哪個牌子 告訴我們 其實他這個蠻好的 這麼黏 你還笑 真的是這樣啊 然後他就是 我這個老婆 我說這個是衛生的關係 那時候我想說 怎麼會有一條 又不像口罩 也沒有耳朵 原來是護墊 好 晾衣服 他晾衣服 比如說他晾 他就直接這樣子 我沒有辦法接受 為什麼 這樣子我怎麼會要開 要抖一抖 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這邊用的比較多 這邊用的比較短 這邊站起來 然後沒有 如果是這種衣服 我拿起來 我第一個就是會 我會先抖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這邊啊 對 折好 我也會 底下 晒衣服我就很堅持 弄一下 對 不是 你有這麼多時間 你為什麼不去看劇本 就沒有戲拍啊 好 這樣子 不要有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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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也是一樣 那你晒的時候 是不會注意他 不要讓他翹翹的 乾掉的時候就這樣 而且有些東西 你不能全部都拿這種 要拿這種保護的 對 那個衣服尖尖的 就很奇怪嘛 對 然後這個東西抖了 抖完對不對 對 最主要是他為什麼有些袖子 他都... 他也不管你的材質 因為這種東西比較厚的 他會有重量 對 今天我們今天這一檔 就是你買一個 哪一檔 哪一檔 就好像在賣 這個把它上去 弄好 這是幹嘛 他就不會... 袖子不會變長 他就不會那麼長 不錯喔 加分 這個今天之後 大概幫我準備了四角 他就不會抖 因為他... 他就這樣亮 我就覺得你... 算了 馬哥 穿在裡面人家沒有看到嘛 沒有...你要先抖 如果是三角的 你們今天都沒有準備三角的嗎 三角的... 我今天我有穿... 沒有... 就是... 稍微拉一下 就稍微... 把東西拉一下 就... 乾了之後 就不會那麼皺 對 是... 還溫一下 那是你的嗎 那是你的嗎 這樣才合格就對了 這樣才合格 在衣服我也是同感 像我... 如果說我們三角的紙袋內褲 用這個浪費衣架 對 所以我們會直接拿起來 用夾的夾的 一平夾可以夾七八件 可是它乾了之後 它整個內褲會斜的 那你要疊的時候你就要拉... 拉平 再疊 對 你如果說... 因為你濕的... 你濕的這樣掛 對 它乾了就是這樣 那你一打一下都這樣 可是你要把它拉... 拉平...三角拉平 然後再...再折 這還都只是一個小事洗衣服 是... 我覺得我還有受不了那種 睡前不刷牙的 睡前... 這我不行耶 這不好 因為你已經一整天了 你知道嗎 早上就要刷 晚上也要刷 我覺得晚上更嚴重 怎麼了 你不刷牙 你不刷牙 是我老公他就會這個樣子 他早晚都不刷嗎 我原本不知道 因為其實一開始在交往的時候 他那時候來我家一群朋友 然後我就看到他從衣服、褲子、鞋子 都是乾乾淨淨 因為會看細節 對... 然後頭髮也乾乾淨淨 笑起來就是也很好 然後牙齒什麼都很漂亮 OK 然後我還記得 他第一次來我家 因為我有一區是放大家包包的地方 然後我就放在...集中放到地上 然後他就說 我的包包不能放地上 地上很髒 然後那時候我還生氣 我想說... 你是嫌我的... 我說... 因為我也很愛乾淨都會擦 而且是木地板 然後但是那一次我就覺得 真的愛乾淨不錯不錯 因為愛乾淨至少比髒亂 你一直在後面收拾來得好 至少衛生問題是沒問題的 對... 結果我是後來是結婚之後 我也沒有馬上發現 我是有一段... 談戀愛的時候沒有發現 都沒有發現 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他洗完澡 他上床要睡覺了 我現在去刷牙 可是他的牙刷是乾的 然後我還摸 牙刷為什麼是乾的 不可能那麼快就濕的味 刷完就不可能那麼乾 而且是乾的是很乾 然後我就... 天啊 而且他還有樹口水 用樹口水 我就一直很納悶 然後我就看了兩天 他都是乾的 後來我就受不了 我就說... 老公你有刷牙嗎 他說... 沒有啊 然後我就... 你怎麼可以不刷牙 然後我就開始受不了 就覺得他這樣很髒啊什麼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比較容易 蛀牙的那種牙齒 那我就一定要剃牙 又要刷牙 就是很注重 而且刷牙還要用背式刷牙法 要好好的刷乾淨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不刷牙的人 而且我想都沒有想過 他竟然可以不刷牙 就睡覺 然後還...兩天 然後後來呢 我就會開始逼他 然後他就說... 沒有啊 你看... 我婚前我就沒有刷 你還不是親得很開心 然後我就... 我就說... 他說... 我就是屬於那種... 這透露了什麼 天啊 我是說親得很開心 這個部分 我就想說... 可是他就說沒有啊 我就是屬於那一種 不刷牙不容易蛀牙 也不太容易有味道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有人還是這樣 所以他是天選之人 對 怎麼沒有這種人 他是什麼個人 他是什麼個人 他也沒有 可是他為什麼要吃解牙肚 解牙肚 解牙肚 有事沒事再肯定了 那是一個人有錯 他們在吃的 對 然後 可是因為這樣我就會逼他 可是我逼他 反而他就會更討厭刷牙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我每天都要追著他說 你刷牙了嗎 而且有時候睡前 我還會把他嘴巴打開檢查 就這樣翻開 就到底有沒有刷牙 我就會變得很神經質 然後我也覺得很討厭 他就說 你越比我 我從小到大就是這樣子 我想刷就會刷 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 要看他心情 他不一定 他真的不一定 他牙齒真的都沒毛病 他的牙齒很好 可是我也很佩服他 口腔沒有味道 對 我也覺得很清楚 他說沒有啊 就束束口 有時候束束口就好啦 而且他是清水束口 我遇到了沒有像你老公 這麼奇葩 但我老公最近 他有一個奇怪的習慣 他可能工作忙了之後 以前他工作忙 他都會覺得說 他想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家 就小咪一下 小咪個片刻 他就會在客廳的沙發 這樣打盾這樣 那起初我都覺得 沒關係 他辛苦工作 體諒他 但最近發現 他這個行為 有點越來越誇張 他開始漸漸的 把他的這個位置 挪到了我們的床上 然後前陣子他這樣之後 就突然摊在我的那個床角 我說你的腳很臭 你襪子脫掉之後 你不要弄到我的棉被這樣 他說不會不會 不會弄到你 你看我就是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就好 我瞇一下這樣 我等一下起來 就去洗澡這樣 那結果我就發現 他根本就沒有 他一睡就直接這樣睡下去 然後就沒有刷牙 沒有刷 對 然後沒有洗臉 沒有洗腳 老婆開口約洗澡 讓余思達哭笑不得 他說那今天有戲了 就一去他說你站好 然後就 就這樣衝... 就這樣 他說沒有 因為你一個人洗 你會洗肉水衝很久 我瞇一下這樣 我等一下起來就去洗澡這樣 那結果我就發現 他根本就沒有 他一睡就直接這樣睡下去 然後就沒有刷牙 沒有刷 對 然後... 然後沒有洗臉 沒有洗腳 那也沒換衣服 我後來就... 有一天我就跟他生氣說 我覺得你這樣真的不行 這樣不乾淨 因為畢竟你從外面回來 我們又有小孩 你要體諒啊 對 小朋友都在床上這樣玩 他說好 那我知道了 結果有一天他回來 他衣服換了 他衣服換上他的睡衣 但是又躺到他的床腳這樣 他說讓我瞇一下 讓我瞇一下這樣 我說不然這樣子 我幫你擦腳 我把你的腳擦擦 我幫你擦擦臉 至少這樣乾淨一點 你再好好的睡個十分鐘 對... 讓他乾乾淨淨的躺在那裡 他說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我會我會 一樣 根本就沒有 到現在最近都還是這樣 這個就是洗澡刷牙就算了 我覺得還有那個生活習慣 還有那種講到吃 飲食習慣不一樣的 也是很麻煩 那當然啦 真的 因為兩個家庭不一樣 吃的東西也不一樣 真的 像我就是這樣 我婚前沒有發現 就是這個問題 婚後就大大體會到 因為我老婆是那個部落客 KOL 所以她工作時間比較彈性 那她常常就是 喜歡在晚上工作 然後白天睡覺 那跟我們作息都不一樣 作息相反 對啊 然後結婚之後他突然 拿根筋不對 他突然說我想要 開始學煮飯 當個嫌棄良母這樣 你說這種就是災難的開始 對 爆炸掉 那時候 因為她起床時間我們準備要睡覺了 對 所以她可能煮第一餐的時候 就是凌晨兩三點 蛤 那不是有味道嗎 都給誰吃 她自己吃 因為她要吃第一餐 可是她覺得她剛學會一個料理 她很開心 她會想要跟你分享 她就 起來吃咖哩飯 凌晨三點 然後我開始就有點生氣 我說你三點 你叫我起來吃咖哩飯 可能隔天七點就要工作幹嘛 我說你可以不要吵我嗎 好 那她又改進 她隔天第二天就 小聲一點她就把我叫起來 但是因為你不吃她會生氣 但是你說好吃她又會一直煮 就是你這種很尷尬 好為難喔 對啊 當一個新婚父親 你只能配合嘛 說好好吃好會煮 我們平常吃三餐嘛 那她剛睡醒的時間她也要吃三餐 那等於是我睡覺時候她要吃三餐 對 我一天要吃六餐 對 晚上吃容易胖 對啊 所以我剛新婚的時候 我兩個月胖了八公斤 哇 被養胖了 那個經紀人有去拔自己尺 你知道嗎 就是整個臉都腫起來 對 然後因為她這樣都算了 而且她吃東西是非常不調 她很隨便不講究 她隨便吃個小東西就可以當一餐 她可能可以吃一包餅乾 我老婆也是 喝一杯玉米濃湯這樣也可以 對 對 然後所以她就吃一點點 然後可能兩三個小時就會噁 我像這樣 男生好像比較沒辦法 對啊 你知道要吃個正餐啊 就是一個飯啊配湯什麼這樣 女生好像還可以 不定時 不定量 對 我們該吃飯的時候你不吃 然後你不該吃飯你又吃 你下午四點多你去吃鬆餅 然後你怎麼可能晚上七點吃正餐 對啊 然後晚上到十點多他又餓了 那我就覺得這個就是很 惡性循環 因為你沒有在定時定量這樣吃 對 因為這種很討厭 很麻煩 兩三個小時就餓掉了 而且他又不會煮 我煮了 他又不會洗 幹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解剖 皮膚 然後手裂開 然後就看皮膚科醫生說你這個 就不要碰水 我說 他現在只有洗澡只有碰水了 他沒有乾洗 就乾洗 擦一擦就好 不要氣 太氣 受不了 他就負貴手 對 然後我繼續 對不起 真的對不起 換我抱怨了 然後反正是兩三小時 我就帶他去買東西 是 然後因為我們家就住比較偏僻嘛 然後叫不到外送 所以等於是我要開車出去幫他買 那我說好你既然要買就一次買夠 然後帶他出去 我開半小時 然後去只給我買二十塊的東山丫頭 蛤 我開半小時有錢都不只二十塊了 蛤 然後我說你 我都一趟門出門 你要不要買多一點 你就多買一點 預備的 冰著我們微波可以再吃嘛 不要 吃都會胖 對 然後這樣不行 我就開始買一堆微波加熱食品 然後像我平常愛釣魚嘛 我就把魚分界成一塊一塊 然後把它醃好 然後真空包裝起來 對 全部不動起來 他要吃就直接冰箱拿出來 加熱就可以吃 所以你看你把冰箱整得很滿 跟阿嬤家的冰箱沒兩樣 對 那冰箱太多東西了 收納的算不錯了 我們家也是這樣 才不會一下太多 這一包是吐托魚 然後分成小份小份這樣 不錯喔 因為為了他我加買三個冰箱 太多了啦 三個冰箱 兩個冰箱一個冷凍櫃 剛剛還在這個版上面看到 有一個比較誇張 吃飯配汽水 太扯了 這個太扯了 我小兒也會 吃飯為什麼配汽水 那不是很正常嗎 我們小時候會 對啊 我小時候會配汽水 你現在還是 麻辣鍋就要喝涼茶 麻辣鍋也喝涼茶 炸雞薯條 就是要配可樂 對 對不對 薩薩也要配汽水 就是要配那種葡萄汽水 怎麼會這樣 但是吃飯也配汽水 對啊 其實不好 真的不好 看起來很像他對不對 對 是你會包容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是對這件事情 給到非常意外 因為我們家是不能這樣 尤其是我阿公是受日本 時代教育下來的 所以我們家吃飯是 中規中矩一晚就口 位子只能坐三分之一 然後吃飯不能講話 然後我小時候是 我還有過吃飯如果配湯 整晚被收走 那餐不用吃了的那種 然後我夾菜 我姑姑這樣夾 我有一次這樣過去 不能吃了 那一餐就不能吃了 對就是嚴格成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家是 也不能夠什麼吃飯配飲料 一定要吃完了 你確定吃飽了 你再去喝飲料 對 所以對我來講一直以來 就是這樣子的規矩是很習慣的這樣 直到我結婚 那有一天我就去了 我公婆家 我們大家在吃飯 我婆婆煮了一桌的 好吃的家常菜喔 吃飯配菜的這樣 我公公就說 去拿去水啊 吃喝汽水吧 要喝吧這樣 然後就開始發現 他們全家人都拿出了汽水 可樂什麼這樣再喝 對原本我也想說 OK可能是因為那一天 因為我去他們家做客 所以比較難得這樣 後來發現沒有 我們現在結婚三年了 他們都是這樣的喜歡 每一餐都有 幾乎有一次 我就在跟我老公說 你們怎麼每次都 好像吃飯的時候 然後就都喝汽水 講真的這樣不太好 而且那個汽水 都是含糖量很高的這樣 他告訴我 沒有啦 我們就是偶爾才這樣而已 後來我發現 不是偶爾 只是一天三餐沒有照三餐 但幾乎每天 其中有一餐 一定都會配汽水 我因為這樣 我是認真的在擔心 他們的身體健康 所以像我們新家 我直接裝了一台氣泡水機 是健康 對 我就不要讓他 就是在喝市售的那種汽水 真的含糖量太高了 我就自己加個果醬 或什麼加個水果 我冒昧的問一下薇薇 你老公家境應該不錯對不對 他們家做生意做吃的 因為我那個年代 我跟小梁哥那個年代 其實能夠喝汽水 只有過年吧 只有在過年的時候 才可以說喝個咳嗽 然後我剛剛也本來以為說 他們去公婆家做客 想說有客人來 那喝一點飲料 他說不是 其實平常 所以家境不錯的 才會有這樣子 以前真的只有過年過節 對 這個就跟金錢官有扯上關係 對不對 是因為經濟能力可以就給你 對不對 因為雙方可能 使用錢的態度不太一樣 對 常常就很容易產生摩擦 沒錯沒錯 對不對 但是有的是真的很省 像老梁就很省 對 那你們的另一半 有沒有人特別省 像我太太她就是 因為她是高雄人 她都對水有一種特別的 高雄 高雄 就是因為高雄可能會停水 很常常停水或幹嘛 缺水 所以她對水有種特別的迷思 就是她要很省水 像她很奇怪就是 我早上起床 大家不是一床想要先去上廁所嗎 對 她說不行 就是 然後一開始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住在一起嘛 然後有一天她跟我說 我們今天一起洗澡 我說 那今天有戲了 你把她推在門上面 對啊 反而是你 我就拿一件全新的內褲 然後 喝了一罐險金你知道 對啊 好煩喔 來不及了 結果然後 洗澡可能有情趣幹嘛的 是 一去她說你站好 然後就跟洗狗一樣 就這樣衝衝衝衝 然後抹泡 抹抹抹抹抹抹抹 然後就等她洗洗 我在旁邊很冷這樣 冬天你知道 沒有 我跟那種難民一樣 路外旁邊這樣 然後就說你好了嗎 然後就衝衝衝衝衝 好 出去 她說就這樣 我說就這樣嗎 哇 她說這麼冷燒熱量 那個險金應該也退了 對 完全退了 還要退了 縮掉看不見 然後就說 我想說就這樣 我說為什麼不能分開洗 因為也沒有要幹嘛嘛 她說沒有 因為你一個人洗 你會洗熱水沖很久 對 她已經不錯啦 她沒有叫你蹲在底下 因為她剩下 因為她剩下 她在刷牙 她被你很好啦 那真的有省到嗎 比如說繳水費的時候 我們現在水費 一個月不到兩百塊 等一下 水費不是兩個月 兩個月 換算起來 就是我們都是繳那種 最低水費啊 對 她平常也都很省 就是她買東西一定要比過價 這個要 這個也有啊 比較省的 我覺得比價還好 但是她會把比如說 廣告跳出來 她說比如說幾月幾號 有什麼什麼東西特價 對 她就把它寄在行事曆上面 對啊 這個好啊 對啊 但是我可能 我現在就急需要用啊 比如說我現在可能 衛生紙要沒了 不行 先用手挖 沒有 後天才有特價 她就叫我等她乾 沒有啦 但是那時候我就說 那我們可以先超商 買個幾包 應急一樣 對 她說不行 一定要到大賣場 然後等到特價那天餐 買個一兩包也不行 不行啊 不是 她叫你去加油 有時候加油這樣回送 都搞到我很慌張 她說 然後現在我們去外面 錄節目 裝潢姐姐有衛生紙 可以讓我抽兩張嗎 放在口袋 我會覺得很不踏實 然後她平常就是她那個 我們牙膏 用到最底是捲圓捲圓 對 就差不多嘛 可以丟了嘛 可以 老婆不行喔 像洗面乳牙膏要把它剪開 剪開再挖 然後再刮 你就跟 跟吃麥牙糖一樣 吃過麥牙糖嘛 就這樣 真的好省喔 轉過來就挖 其實對 是省是好 那我們我也很省 獅子巾我們比如說 插完手會插地啊什麼的 要去別的地方吃飯有事情 多拿一點 擦鞋啦 或者車子的引擎蓋啊什麼的 合理 這是合理的 然後大賣場用的那個廚房用紙巾 你只要不是插到太髒的東西 其實它的韌度很高 你稍微用水沖一下 還可以鋪在琉璃台上面吸油 對 這個就節省 而且那個曬乾呢 它僵過更硬 更好用 更不會破 對 對 其實這種居家的事情 其實我跟那個馬哥 我們要出一本書 對 我們是真的因為有 對 這真的很負擔的聊天 那是生活智慧王這個方向 真的...是這樣 對... 過不得你們兩個越來越像 沒有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像 我當初本人要去看 對 夫妻大吵被丟包 馬利歐學當乖寶寶 我說 然後就可能就這樣吵 可是在吵架的當下 講的話都不會好聽 對 然後第二天我工作完回到家 他就帶孩子就出去了 這一去 下一次回來就怎麼辦 後來我就覺得要好好做 對 那你們兩個這個 可能生活習慣還有各方面很像 有些部分就是感覺很像 但是夫妻久了 是不是也會越來越像 有這個做法 像我覺得你跟Stacy 就越來越有夫妻臉 有...有人說什麼 只要接吻十秒鐘 就可以彼此交換 八千萬支微生物 這麼多 對 最近你跟Stacy不是很像嗎 有一個夫妻臉的那個照片 各位像不像 而且老梁你這樣很漂亮 我真的是 有種健康美 我真的當男人可惜了 我說真的我這樣一看 我剛剛以為是閃亮三姐還是二姐 對 對 那個二姐 小禎 好像小禎喔 很多人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很漂亮 有很多人愛她 那陣子可能造成她的困擾 不好意思 對 很多人愛她 太像了 因為兩個人相處久了 不管是習慣啊 說話的方式 真的都會互相影響 好的壞的其實都會互相 有時候會互相的傳染 是啦 對不對 我是覺得就是我很感謝我老婆 把我的脾氣慢慢地矯正過來 因為我個性急 所以我看到什麼時候我就會 直接就先出口 可能沒有經過想 可能那個聽者有意 說者無心 所以有一次就是因為一個大草爺 也因為小孩子可能亂爬危險 然後我就可能當下就說 我就罵了女兒 可能就罵了比較用重的字眼罵了她 然後她就護航 她說你為什麼要用什麼 我說我說我就叫孩子你不要囉嗦 然後就可能就這樣吵 可是在吵架的當下 講的話都不會好聽 對 然後第二天我工作完回到家 她就帶孩子就出去了 這一去下一次回來就一個半月 對她就帶了孩子 她就完成了她人生的清單 她說我要去那個什麼哪裡 花蓮啊海洋公園啊 我要去陸野看熱氣球啦 她就帶了孩子就是輕裝 直接從花冬玩完完 玩回來之後然後又再回到高雄 很厲害 中間有聯絡 我傳來給她 然後她就說她就不接受 她就很生氣 因為都在生氣 其實我有軟化 因為在熱氣球上面可能沒辦法回來 然後她就說你有病 她說你有躁鬱症 這樣下去我們是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 除非你去看病看身心科 我真的去看身心科 我不講假的故事 我講真的 她說就在我們家附近 在辛亥路那邊有身心科 我就說醫生 然後她說你要拍照給我看 我就進去掛號前拍張 Yeah 然後掛號 然後就看 我有去看 然後我就跟醫生 醫生說你什麼問題 我說我有躁鬱症 我說你就開藥給我 我老婆叫我 然後醫生說 不是你說有就有 這要評估 對 她說你就是可能脾氣就比較兇 那時候我大概才50歲或51 可能是更年級 有可能 對 然後我後來 那原本的個性 我本來就是急 比如說我們要出去 我都已經好了 可是她還要照顧孩子 我沒有體諒到她 我就說你好了沒 可是能不能換一個口 就說老婆快遲到了快點 如果換一個方式 她的感受就不同 其實就會感受差很多 後來我就覺得要好好說話 是 然後她還有另外 她激發了我內心潛在的行善 我以前都是很自私 就比較自私 就是我自己做好了 顧好自己就好了 不要去 後來她就說 有多一點能力就去照顧 我老婆她最大的資訊 就叫做志工 愛盲協會 導盲犬什麼的 我覺得做善事 會讓你整個心情會變得很 沒錯 像牛心聲會差很多 有差 真的有差 然後我就覺得也好 然後有時候她看到 比較弱勢她就說 你的機會來了 表現一下 替你基因德 我就去 是真的 各位是真的 那還有飲食習慣也會不一樣嗎 像我 我也是就是 這一兩年開始有很多人說 哇你跟你老公長好像 然後以前我是一個完全 沒有辦法吃辣的人 而且我是白胡椒黑胡椒 我都沒辦法 只要辣太多我就生氣了 對我沒有辦法 然後頂多慢慢進不好 可以胡椒一點點可以 可是辣真的不行 可是像我老公還有她家裡的人 都是吃辣的 而且她媽媽是吃很辣的人 所以一開始我想說 哇我這個 去她家怎麼辦 對 因為後來她還是有把 就是有體貼我 就是把一些菜炒得比較不辣 或者是乾脆就沒有辣 可是就變成是他們旁邊要 又要備一罐就是辣醬 對然後我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我就吃了 我發現不辣的對我而言還是辣 我就要一直配飲料 天啊 然後我就覺得辣這種事情 到底怎麼可能改變 所以我發現 沒想到真的在一起久了 是會改變的 飲食習慣跟吃辣這件事 是可以改變的 她前陣子就說老婆 你吃的比我還辣 我都沒有意識到 因為我是以前不吃麻辣鍋 我現在很喜歡吃麻辣鍋 什麼四川重慶酸辣粉 這些東西我變得超愛 很厲害 對 可是吃多了還是會容易 有時候小肚肚就出來了 會啊 難免啊 因為我其實跟我老公 很常一起出國 所以出國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狂吃 比方說去泰國啊 泰式的啊辣的啊 什麼都一直吃 然後吃一吃 她其實還是會幫我顧忌 因為她就是說 老婆你的肚子突然突出來了 就會幫我顧忌 因為她知道我如果回台灣 我一定會一直嘎嘎叫 所以她就會告訴我說 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你的身材了 所以她都會幫我獨處這樣 因為有勁就要有粗啊 對 沒錯 可是我剛剛一開頭 大家有沒有注意 我就說這兩位完全是看不出來 是太太 對 我就說一個像少女 一個像獨立女性 你的身材這樣子 你說你會胖會有小肚肚 我覺得應該不可能吧 女人最會便秘的 我跟你講因為我有方法的 你找到方法 真的 什麼方法這個一定要拿出來 大家分享一下 好東西要跟好朋友來分享 好的 這就是我的小秘密了 我相信大家應該不陌生 這個老朋友來 老朋友來 每隔一段時間她都會來一下 她來 我想她來一下 從來沒有功能是一樣的 對 她都是升級 升級再升級 所以這一次又更超級 更超級 就是什麼東西都是Double再Double的 對 所以其實 一個特濃 對 特濃的 因為像這個 因為我平常是吃兩顆 就是固體的 睡前嗎 對 然後她現在這個是 還有夜效飲 就是可以直接喝 其實對我而言 我覺得是更方便 吸收更快 對 更快就是可以睡著 而且你要旅行什麼 帶這種超級方便 就去五天你就帶五包 對 因為有的人出外比較不好睡 讓他睡眠好的話就很方便 對 像因為我就是一個 一直到處跑 然後又不忌口 又很喜歡吃的人 那我一天其實會吃兩餐而已 早上起來的時候吃 然後跟宵夜 宵夜好酷喔 敢吃宵夜的一定是 因為有時候一忙完 就十一二點啦 他吃宵夜還長這樣 對啊 真的是有一點 那我們吃宵夜為什麼 早點拿出來 我吃六餐的人耶 對 我剛才跟你講 我就覺得天哪好適合你喔 而且也適合你老婆 因為他就睡了 他就不會一直煮東西給你吃 欸 好適合我 這是一個好方法 其實我覺得最棒的事情就是 我吃了之後 他就是可以睡得很好 因為他裡面有一個日韓聯手的 也是Double再Double升級的 那像我這次吃這個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睡得很好 那因為你睡得好 隔一天起來的時候 然後馬上就去上廁所 就所有熱量那些都代謝都清掉了 然後你整個人就覺得很輕盈 然後今天身體啊 心情狀況就會很好 而且有的時候可能 我只能睡五個小時六個小時 然後因為可能隔一天有工作要早起 那我就會有壓力 如果我就是吃了東西就會逼自己 怎麼還不睡覺呢 因為有時候你沒辦法馬上就睡 你越想睡你還越睡 然後就會很痛苦就睡不深 可是我發現當我吃完休息一下 然後再吃夜酵素的時候就睡得很好 即便只睡五六個小時 但品質是好的 對 然後起來之後就上廁所 我就覺得很棒 或是有時候因為睡不好 然後你可能吃麻辣果 就可能會 皮膚就會長一些有的美的東西 對 所以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睡得好 然後代謝也變好的 而且它代謝的功能是Double 對 因為它裡面的蔬果酵素是Double的 我自己個人做過小小的食物 就是一段時間吃跟一段時間不吃的差別 然後再吃 結果呢 然後我就發現 因為我有持續吃的時候 其實我一天 除了早上起來上廁所之外 晚上那個餐吃完 我還會再上廁所 所以我一天可以上到兩次廁所 好開心 超開心的 就很安心再進食 對 但是如果我不吃 第一天你覺得還好 第二天好像有一點點少上一次了 到了第三天之後就開始 我可能整天就不會上廁所 那那時候我就發現真的有差 你的身體的感覺 跟那種輕盈度就不太一樣 平常有在運動嗎 沒有 那這個其實幫助很大 等於是幫助你運動一樣 代謝的 然後像我就是 因為吃了就睡嘛 你就也不需要特別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最近看電視 連日本的夜晚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一個金頭髮的一個男子 他叫做羅蘭 羅蘭 就是羅蘭 牛蘭 對 他是在夜店就是稱霸的人 對啊 然後我就發現他竟然也有在吃夜酵素 我那時候看這個新聞我傻眼 我想說突然之間我跟他變得很靠近 就是藉由夜酵素 跟他好像變得很靠近 我可以理解跟認同 因為他是搞夜店的人 夜店你一定要喝 你一定要吃 你一定是大量的 你不可能都不吃 會很餓 因為晚上能做的事情很多 對 都很需要體力 對 尤其他都是天花 他吃了就想睡 我現在有一個小實驗 就是這一個這一碗 就是你可能每一天或是宵夜 他可能是大魚大肉或是甜食 一些澱粉類 然後這個是磨成粉的夜酵素 然後你加進去之後呢 然後他就在你的體內 慢慢的 動作要快喔 因為他的動作比你更快 真的 你看剛剛本來是 固體籌狀的有沒有 已經變液體了 現在已經是液體的水狀了 好神奇喔 對 而且是很快的 馬上喔 你看 很神奇耶 你看 就根本就是水啊 剛剛是... 本來是愛玉的 有點愛玉的感覺 狗狗的很像肉圓那種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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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變成水狀的 因為這樣子 它就會更好代謝掉 是... 更好排出去 像我自己吃的時候 我也會多喝水 因為多喝水它就可以加強你的代謝 對... 這不光是女生 男生你很需要 年底了嘛 對不對 很多那種活動啊 尾牙多了 應酬多了 其實真的很需要 對...讓自己不要有負擔 是... 沒錯... 所以就睡前兩顆 就幫助睡得好 然後代謝好 所以氣色啊什麼 整體就會很好 有... 對... 謝謝... 謝謝怡珍的分享 謝謝... 太棒了 那薇薇呢 跟老公住在住久了 有沒有什麼生活習慣 互相感受 我自己覺得生活習慣上面 我...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個性 比較隨性的 那我其實計劃事情 我比較喜歡說走一步 就算一步 不用說... 你先... 我好像看起來很女腔 對啊... 怎麼覺得那麼隨性 真的喔 其實沒有耶 我很不喜歡說 你一定要按部就班 就是一定要今天做完什麼事情 你才會放過自己的 那我覺得太累了 就是不需要這樣 但像我老公他不是 我們連要出門玩個三天兩夜 他會把所有的 schedule 每天該做什麼事情 他會用... 而且他現在都還是習慣用手寫 他會全部把它手寫下來 然後我們一定要照著這個 幾點要到哪裡 幾點要到哪裡 這樣的行程去走 他才會覺得 今天這樣一整天是OK的 那... 起初我就想說 其實原本一開始覺得 有點煩 你就何必讓自己這麼累 但久了之後也發現說 好像這樣也不錯 有安排也不錯 比較好 對 就乾脆就讓他安排吧 他如果那麼喜歡 我就讓他去 那我老公就很喜歡控制我 像上禮拜我要去 我們家最近搬新家 我必須要去櫻哥 就買一些瓷器這樣子 他就都幫我想好了 我跟你說 你到了櫻哥老街 老街的對面 就有個停車場 那停車場呢 一個小時四十塊 你就停在那邊 對面就是星巴克什麼 講得非常的清楚 講完之後他說 然後因為你推著寶寶 他不能陪我去 他說你帶著寶寶 那中午呢 你就到那個老街裡面 把地址都傳給我了 有一家很有名的排骨飯 你們就去吃那個排骨飯 然後他就要把... 他怎麼那麼清楚啊 因為他就是先做了功課 而且這個是 你一定要照著他的行程去走 如果沒有去走的話 你如果沒出錯就算了 出錯了他會講三天三夜 家事能力有問題 讓人夫抱怨連連 便當盒吃完就丟在水槽 是 不是一般人就衝一衝 就直接放回收不就處理掉了 就好了啊 講也講不聽 聽也聽不懂 那懂也不做 做都做不好 一晚就算到廚餘 搜垃圾這些 其實都有一定的SOP 你就去看你的電視或幹嘛 這樣就好了 所以到後來整棟大樓 都是馬哥在做 然後有一天就是這樣 有一次他就... 我們要出門前媽媽包嘛 他就會講 妳有沒有帶尿布 有 衣服 褲子有沒有帶 有 都帶了 帶了幾片 我說就夠用 就是夠用這樣 結果那一天我們出去 好啦 我的那個媽媽包裡面呢 帶了兩片 但是呢 剛好小朋友就便便了 換了一片之後 就去玩了 結果玩的時候 他又再大了一次 結果那兩片就沒了 那我們那一天一整天在外面 果不其然就是就不夠了這樣 結果就要 我又不好意思去跟人家借嘛 我老公就要拉下臉來 去跟旁邊的那個媽媽們 就是逢人就去問 有沒有小朋友的尿布這樣 那一次之後他就會覺得 妳就是太初心了這樣 所以他就會跟我講 後來他就會變 每一次他只要問我 尿布有沒有帶 我說有 現在這次帶了四片 但永遠我把包包打開 就會發現 他一定會再多塞一片 他一定會帶到五片 或是多帶衣服這樣 對 像最近他 因為有時候媽媽也可以用 對 媽媽為什麼要用啊 像最近他就會控制到 他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啦 媽媽包喔 你如果不想要背 覺得閒重 沒關係 你幫我準備一個帥氣的爸爸包 他就說讓我來 讓我來這樣 這個沒話講 完美的老婆 很棒 我現在想說 好吧 那你就去吧 因為他這個就是喔 把事情做完 你知道嗎 有的人他沒有把事情做完 比如說你買麵回來有沒有 買麵回來不是從那個 一個塑膠袋裡面 把麵倒出來嗎 對不對 那那個塑膠袋你會怎麼辦 就丟掉... 或是放到那袋 他就... 什麼樣的朋友會跟你這樣子 什麼樣的朋友 室友 室友 他就是麵倒出來對不對 那個塑膠袋他就放在水槽 那我想說 不是啊 那他就把他的麵端走了 拿去吃了嘛 他是不是想吃完 那下一個人來了 看到說怎麼塑膠袋還在什麼... 水槽裡 那你為什麼不順手把它丟 或者是你削水果 對 削一削 那不是有果皮嗎 對... 那果皮你先放在水槽嘛 對不對 那你削完了 是不是應該把那個果皮 放到這個廚餘的 然後你再端著你的水果 去外面享用嘛 對不對 沒有 他就去外面享用了 那下一個人來一看 怎麼都是果皮啊 然後那個人又要... 那怕你不知道要吃水果 那個人又要整理 沒有水果吃完了 然後那個人又要整理 對不對 或是說... 比如說手搖引 現在外面很流行使用 一人一杯嘛 很方便嘛 那有的喝了沒喝完 對... 或者說有的裡面有珍珠 你不可能每一顆都喝完 對... 那你可能喝... 那就... 那就擺在水槽 那下一個人來看 擺在水槽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要你清理了 要你清... 你是不是拿回來 你是不是應該吸管拿出來丟掉 然後上面那個蓋子把它撕開 然後看裡面有珍珠 把它倒在廚餘桶 然後杯子沖一沖拿去回收 是不是這個流程 對啊 像... 同學怎麼樣 他吃外送 那便當盒吃完就丟在水槽 是 不是一般人是沖一沖 就直接放回收 不就處理掉了 就好了啊 那太油的不能回收 那就丟垃圾桶 然後他買麻辣鍋回來 那剩下有湯底嘛 對 有辣油什麼的 他就直接全部丟水槽 完全部丟水槽 然後他就還幫你加水加滿 你變成原本不油 全部都弄成油了你知道 整個都... 然後他說不要... 不是 你應該把那個湯底倒掉 再加水嘛 對 我說你為什麼這樣子呢 奇怪 那講也講不聽 聽也聽不懂 那懂得不做 做又做不好 對 那莫名其妙嘛 怪不得他在獨裂肩步 對啦 就是 有些事情他們... 我寧可他不要碰 因為就算洗碗 就算倒廚餘 收垃圾這些 其實都有一定的SOP 對 你弄多了 你反而造成我的困擾 我自己做 時間快 又俐落 所以我就說 那你就通通都不要動 你就放著 你就去看你的電視或幹嘛 這樣就好了 這樣反而不會有爭吵 對 到後來整棟大樓 都是馬哥在做 現在有跟我借交了四樓 還有六樓的 可以預約嗎 對... 其實說實在 因為每個人都不是完美 當然 人際的關係都要經營 何況婚姻的關係 沒錯 所以說這個夫妻 你們好會保怨 你們好氣 現在男生都跟以前不一樣 大家是不是要各退一步 這樣子 好的...當然我覺得夫妻 另外一半是你自己的選擇 是 對 當然你們夫妻之間有什麼 那個都是你們生活中的 甜蜜的負擔 但是看我們的節目 可以給你做一些參考 記得掃QR Code 回答小問題 就有精美禮物送給你 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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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